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博格医生说 2. 身上难以愈合的溃疡 3. 血便 血尿 流鼻血 不过血便也可能是痔疮 尿血也可能是肾结石 流鼻血可能是鼻痘问题 像鼻痘太干 有其他非癌症的因素 4. 持续发烧不退 表示免疫系统正在打斗中 5. 腺体肿大 长期不消肿 很可能是癌症症状之一 但是大多数癌症都没有症状 重点是你不想活在恐惧中 也你不想担心是否得癌症 那么积极的预防癌症 要靠健康的生活模式 你需要知道的癌症的几个特征 是 1. 癌症靠糖生存 2. 癌症还靠两种氨基酸存活 这两种氨基酸是 骨氨腺酸和肝氨酸 问题是这两种氨基酸 存在于大部分的食物里 所以癌症根本不是氨基酸造成的 如果你很健康 根本不用避免这两种氨基酸食物 只有真正有癌症 才要避免这两种氨基酸 那么要怎么避免呢 一个方法是 间歇性断食 减少吃氨基酸的次数 这是会有帮助的 通常来说 断食就可以预防癌症 如果你很健康 吃氨基酸是可以的 只要不吃糖就好了 如果你有癌症 你可以吃其他重要的氨基酸 只要避免上述两种氨基酸 骨氨腺酸和肝氨酸 因为这两种氨基酸 不是人体所必须的重要氨基酸 在美国 癌症是造成死亡的第二大原因 有几个方法可以预防癌症 一、开始生酮饮食 降低碳水化合物 不吃糖 这样就可以饿死癌细胞 另外 肿瘤也是不可能存活在同体中的 所以说生酮饮食是聪明的做法 哦 你要避免致癌物 像是基因改造过的食物 辐射等 一定要避免过多的检验 例如断层扫描 照X光等 避免含化学物的食物 改吃天然有机等 现在的环境中都有致癌物 但只需做两件事 一、吃有机的食物 把伤害降到最低 二、吃抗癌的食物 透过肝脏的酵素分解 酵素会把毒素转为无害的例子 今天的重点不是活在癌症的恐惧中 恐惧也会触发癌症 我们要的是积极健康的生活模式 持续避免癌症 或者说永久的避免癌症 好了 如果本期视频内容有帮助到你 请点赞、订阅 并分享给更多的家人和朋友 和鹦鹉妈妈一起变得更加健康 更加美丽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谢谢大家